我在說有車樓,牛車過期而已 現在差不多是產業大陸,現在產業大陸整理得很好 那麼它這個舊油的裡面也都是倒鐵 稍微有一條路可以進去的,看旁邊的就是 就是去蓋蓋房子不能就搭個鐵皮,就弄成工廠去租租 就變成這樣,不可能去規劃 像這種裡面的也是一樣,都是小小的路 可是這不是說是工業區嗎? 這不是說是工業區嗎? 不是,它外面有屬於工業區 外面屬於工廠,剛才轉進去的那邊 不是工廠,我剛剛的意思就是它小路的進區 小路進區的,它不是政府規劃的工業區 所以它的工業區 政府規劃的工業區它不可能路那麼小,那麼窄 可是這個地方是工業區嗎?對不對? 對,這地方是不是工業區? 這應該不算工業區 不算工業區 不算工業區 那為什麼? 要算工業區齁 是應該是那個 因為國際牌開始後面那邊那個房間 那裡有那個賓府街 賓府街裡面 賓府街那邊有一個新的大樓 二十三層樓耶 是高豪宅耶 賓府街過去那邊有一個 我忘記它叫什麼 賓府街過去的是那個 一坪還五六十萬 那怎麼知道了 那個是環球國務中心後面 對對對 那邊另外那邊 我說是明浮街 國際牌後面大明浮街那裡 應該算的 應該是 那個也是以前 以前 老早以前 三十四年前所蓋的 那些 神地人工業區 那個 以現在來講,要規劃所謂公益區,是由政府一區規劃,才算是公益區 那一站四十年前,規劃成立的那些公益區路都是很小 應該都是三層樓 你要不要把那個收音機關掉呢? 因為我在錄你說話的 還在錄我說話? 對,因為我很訝異,問蔣先生有這樣的一個間諜 可見得我們台灣人民的素質 什麼公民? 我是公民記者好奇寶寶 我對一些社會現象很感興趣 你如果用公民記者好奇寶寶就可以找到我的發表的文章 社會不太太多了啦 對,對 或者是你用好奇寶寶台灣發聲聲音的聲 就也可以找到我的 台灣發聲,我的屁也發聲 哈哈哈哈 你現在說什麼發聲了,我看了最怎麼樣 現在最明顯的就是那些環保人士 嗯哼 那些環保人士 真的 你對環保人士的觀感是怎麼樣? 嗯,有人認為我是環保記者 有人認為我是環保記者 有人認為我是環保記者 那你,對啊,你是環保記者 你對那些環保團體的觀感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人真是很 很,怎麼樣說 知其不可為啊 明明知道沒辦法 但是他們還是來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不做就沒有人做了 你說你講的這個說 明明不可為 啊,便要走 就像我啊 我不要說別人好了好不好 不是啊 我跟你講,不要說別人 就說我自己 我自己是在四年前 因為我要寫一個紀錄片 我參加一個紀錄片的活動 那大家 老師就叫我們提一個紀錄片的表題 你要做什麼紀錄片 我就說我們家旁邊有一個廣誌 不愛怨 那就有人說 他已經BOT了 那我說好吧 那我心理上就浮出一個畫面 因為那時候海角七號 剛剛正在夯沒多久 我腦袋裡還有海角七號的台詞 就是山也BOT 海也BOT 那我在想 怎麼叫我們家旁邊的老人院也BOT了 所以呢 我就選這個作為標題來做 我的紀錄片 結果呢 發現我去做田調的時候 因為所有的紀錄片都要先背景 背景資料的調查 我去做田調的時候 發現 哎呀 這大事啊 那裡一共七百多棵的樹 那個招標規範說 政府有義務 政府自己說 我會把它全部產掉 只剩下五棵老樹 然後全部給你 然後呢 他的那個權利金非常的低 然後經由這個我才發現 松山煙場的權利金是一毛錢都沒有 然後我在去 因為我在網路上 說誰來幫忙我 因為我根本是一個普通老百姓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把這個議題 因為我寫了市長信箱總統信箱 都他們都敷衍了事 然後我去寫總統信箱說 請問總統先生 我們好像很多地方都BOT了 山也BOT 海也BOT 我們家的老人院也BOT 請你可不可以看一下 我們全台灣多少國有土地 百分之多少BOT掉了 那BOT一掉就是幾十年 五十年七十年這樣的BOT 簡直是割據一樣 就像我們那個香港割據 多少年多少年 割據給財團一樣 我說可不可以請你看一下這個問題啊 結果他的回答是謝謝指教 我就回答他說 哎拜託啊 我不是指教你啊 我問問我問你問題啊 請問你知不知道台灣多少國有土地BOT啊 然後他把皮球踢給那個那個工工工程委員會 工工工程委員會 反正踢來踢去不了了之 所以我 我有拆散 哎 哎等一下我就換 好吧你說吧 他那個 他那個這種制度 我都說聽手音機來的 我也不知道 你是聽手音機來的 你知道這種事 就真的 也真會有那麼糟糕嗎 真的有這樣糟糕嗎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 你爸爸 有去撐住 這個國有 國有地 好 有去撐住 那你爸爸 好這天死掉了 他是 多久 通知你也不知道 嗯 國有財產局 還會通知你 啊 繼續去撐住 哦這樣 是不是 啊 啊 是這樣子 哦 那麼我的想法 就是說 你現在多少 國有地 嗯 因為撐住 問題就是 他去做什麼 你沒本 不管他做什麼 或是說 我要收回來 啊 收不回來 嗯 或是說 你撐住的 在上面 在地上 做什麼 做什麼 你要收回來還要去賠上他 嗯 現在是應該有這個問題吧 嗯 不是哦 你看那個華光 華光社區 他們在上面 嗯 那結果他們 收回來的時候 是要把所有的東西 恢復原造 你不拆的 你不拆的話 政府幫你拆 還要跟你拆 拆除費 我的重點就是說 因為你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用 用到這塊地 是不是 當然他說沒有 他沒有說他老 你老爸承出是幹什麼啦 對不對 但是你根本 你就不需要再弄 弄到這塊地啊 為什麼要通知你的 你的下一輩的人 你的子女再來承出呢 那你說政府是啊 對啊 那我 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當然不知道答案哪 我的意思就是說你 國有財產局的地 你要收回的時候 不管你要再繼續 承租 你這個承租的人 已經過往了 為什麼 你的子女會有 要有優先錢去承租 哦 是不是 這可能是當初合約吧 他還是同時拿什麼合約 不合約 合約上面有說 就好像現在BOT的一樣嘛 BOT也是這樣寫 我去看的 我去看的 他是說如果 BOT的內容 我跟你講 BOT的內容就是說 現在70年到了 好不好 我跟你 你約了70年了 可70年以後 哦 合約到期 那 你會有優先承租權 他就是保障這個承租人 嗯 如果你不要 你放棄了 你說 你講的這個情形 就是變成說 你講出重點 優先承租權 對對對 我是看到 70年 你說比如說合約70年 50年不管 其實50年 對 50年你這個人 如果50歲那時候去租 50年到 他這個已經死亡了嘛 是不是 哪有來的 什麼優先承租權啊 哦 因為他是 變成就是說 因為他是一個財團嘛 所以他沒有關係 他是財團法人 什麼財團不財團的 是不是 財團也要有負責人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 財團法人沒有死掉的 你剛講的 可能是什麼優先承租權 對 優先承租權 關你的你的子女 對 關你子女屁事啊 是不是 好 我跟你講我要下車了 哈哈 我雖然是環保人士 我也要照顧媽媽 好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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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